国人健康意识抬头 生菜沙拉也成为了民众另外一个选择 尽管价格比较高 但是清爽健康又有机 很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而有业者就看准了商机 特别推出了生菜组合包 而卖场现在也有生菜专区 疫情前后业绩翻倍 窝炬水果小黄瓜 简单几道菜 生菜沙拉拼盘就完成 特别小看这些蔬菜背后商机无限 食安风暴频传 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 想吃的清淡无负担 加上天气热 清爽的生菜成了最佳选择 以卖场来说 截囚窝炬 羽衣甘蓝还有马齿馅 光是疫情前后 销量就增了一成 其实不用太多的料理 可能一般我清洁之后 就可以直接生吃的这个部分 像这样的商品 其实在最近业绩有很明显成长 至少说一成多 怕吃不饱也能添加一些肉类 坚果类增加蛋白质 怕洗菜选菜太麻烦 业者还推出组合包 四种菜随机配 种类多样 方便选购 销量最高 再来是口感鲜甜的奶油蜗具 另外还有昼叶蜗具 因为叶片大 适合包烧肉 百搭最受欢迎 能力成本最高 像我们这种温室的话 它还是会有可能会有草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每天就是都要去寻 健康舒适便当也很受小资族青睐 但菜色少少 料理方式简单 价格动辄200多块 不大清明 但定价太便宜 似乎又觉得食材不够 尽挑细选 会因为我本身吃比较清淡一点 热量比较好控制 也比较方便 因为毕竟都是这种 那种是处理好的 所以价格可能相对比较高一点 还稍微可以接受 健康饮食风潮 创造出另类绿色商机 现代人宁愿荷包瘦一点 换来身体好一点 三立新闻顾院松林玉君 台北三号报道